大家好,通过前面的学习,我们已经在我们的电脑里面安装好了当前我们ES这样一个开发的环境 那么从这个开始,我们正式进入ES的世界 首先我们学习的是ES6,也就是ES2015这样一个版本 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在ES6里面都有哪些新特性可以供我们去使用 首先我们学习的是一种新的生命方式,叫做Lite 大家都知道我们在ES5和ES5之前的版本里面,我们使用的生命方式叫做WAR,对吧 那Lite跟WAR之间到底有什么差别呢? 为什么有了WAR以后又推出Lite,是WAR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我在PPT当中已经列出Lite,有哪些不同?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项一项的给大家去讲解 我们使用VSCode打开我们的代码 其实VSCode是内置了终端这样的环境的 然后我们一方面可以像上级课一样通过我们的电脑里面的终端去运行我们的项目 这是一种情况 第二种方式我们也可以按住Ctrl,然后按光线这个键 光线就是E左边那个按钮 其实也能够打开VSCode自带的终端 然后我们通过输入NPM Run Start的方式就可以运行我们的项目 因为当我们使用VSCode在终端的时候 其实它直接会在我们当前这个项目里面打开终端 这样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在CD去找到这样的文件夹 对吧?会方便很多 然后呢,来运行成功 我们这边输入地址 VSCodehost 8080 我们现在呢,我右边是我们的开发工具 左边是我们的浏览器 这样的话,当我右边输入完代码只要一保存 这边呢,就直接能够看到效果 这样呢,我们的讲课的效率会提高一些 大家看,我们现在先讲Lite和MAR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 我呢,先新建一个文件 大家注意,我现在这个文件是创建在Static这个文件夹下面的 上节课我们说过,这里面创建的文件 我是不是不会被WirePack打包编译,对吧? 为什么这样呢? 我给大家演示,大家不要着急 我这里面新建一个文件 比如说我就叫2-1.js 大家注意,Static里面配置的文件呢 我们需要手动的在src这个天文里面把它引入 我们在这边呢,只需要在body结束的上面 大家注意,在gs引入的时候 是在body标签结束的上面去引入 然后src属性等于static 下面的2-1.js保存 我们看一下这个代码有没有生效 比如说我当前输出一个1-2.js保存 大家看我们这边的fs2 打开我们的控制台 我们能够看到,这边能够顺利输出1-2.js 说明我们的2-1是其作用的 我们在es5的时候 其实我们使用定义编量的关键字 是不是都叫做Wire Wire这个单词呢,其实是这个单词缩写 叫做Virable 这个单词本意叫做可变的 然后呢,比方说我们之前都是这样用 1A等于5 比方说我输出这个A 大家看,这边是不是能够顺利输出5 这个很正常 而这个9是哪输出的呢 是index.js当中我之前这个种子代码 我呢,先把它注释掉 大家注意我下一个写法 大家仔细看 这个时候呢,我再定义一个B 比如说B等于6 我也输出这个B 大家看,你觉得这边能够输出什么 是不是输出的应该是5和6 那接下来我要问的问题是 在定义变量的时候 写Wire和不写Wire 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 它们是一样的吗 大家需要仔细思考 其实写Wire和不写Wire 它们两个的意思是不一样的 当我们用Wire关键字 定义一个变量的时候 相当于是在当前的作用域内 声明了一个变量 比如说,如果这句话 我是在一个方法里面就声明的 那么它是不是相当于是一个局部变量 如果呢,像现在一样 我在全局里面声明的 那它就相当于是一个全局变量 所以呢,使用Wire关键字 是声明一个当前作用域内的一个变量 而不使用Wire的话 它相当于是对于属性进行复制 什么叫属性进行复制 它相当于是在window这个全局对象上面 定义一个属性叫做b 那怎么能证明我说的是对呢 其实在GS里面有这样一个函数 叫做delete delete的作用是用于删除对象的属性的 注意,delete只能够删除对象的属性 并不能够删除变量 所以说我们看delete能够把a和b删除 是不是就能够知道 到底哪一个是变量 哪一个是全局对象 window的属性了,对吧 大家看,比方说我在这边删除我们将一个a 然后删除以后 比如说我再输出一下这个a 输出b以后 我在这边也删除这个b 这时候删除以后 我再输出这个b 我们分别看一下 删除之后的a和b 还能否正确的输出 大家仔细一看 代码第11行是不是报错了 报什么错 b is not defended 是不是说明b未定义 为什么这样 是不是说明当前我们这个b已经被删掉了 所以说这边是在第11行是获取不到的 可是a呢 大家看在代码第5行 是不是还能够输出5 说明我们的a是不是并没有被删除掉 还记得刚才我说那句话吗 delete只能够删除对象的属性 并不能用于删除变量 所以说写袜是变量 而不写袜呢 相当于是顶层对象 或者说我们叫做全局对象 这样一个window 下面的一个属性 那有同学会说 我a应该也是属性啊 大家看啊 比方说我先不删除 这边呢 我也不删除 我输出什么呢 我输出window.a 在这边 我再输出window.b 我们看一看 当前这个a和b是否都是在window下面 大家可以看啊 我们发现代码第5行和第11行 是不是都有顺利输出window.a和window.b的值 这个跟我刚才说的 好像又不一样了 对吧 刚才我说变量不是只是一个变量吗 它并不是在window下面啊 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呢 其实是在GS作者的设计初期的时候 很大的一个败笔 或者很大的问题啊 就是说在GS作者的设计GS这门语言的时候 他把顶层对象的属性和全局变量进行了挂钩 这个呢 被很多人都认为是GS语言最大的设计败笔之一 所以说这是一个问题啊 正常是不应该是这样的 之所以是这样 是因为GS在早期的时候是有这样的问题的 所以呢 大家想一想 比如说如果我们做一个项目可能很复杂 里面的变量可能很多 那如果这些全局变量都被直接挂在window下面的话 那么window这个变量是不是就会变得越来越大 这个呢 我们叫做污染全局变量 这种污染全局变量呢 是不好的 然后呢 light其实就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大家看啊 比方说我们用light定一个变量 我就先把前面先注视掉啊 都注视掉 然后呢 比如说a等于5 这个时候我输出a 并且呢 我再输出一个window.a 大家看 a是不是能够输出5 但是window.a输出一个undefined 这就是因为light弥补了war之前这样一个 与全局变量和我们的顶层对象的属性进行挂钩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大家想一想 我们ES版本的不断更新 不断升级 是不是一方面是为了弥补之前一些设计上的不足 另外一方面呢 会提出一些更好用的 或者更方便的一些方法 供我们开发者的使用 这是不是就是ES不断升级的目的 这个呢 我们是要理解的 我们前面再三强调 当前我这个文件是不是创建在static 这个文件夹下面 为什么要这样呢 大家看啊 比如说当前我的项目 假设已经开发完成 我呢 想要打包上线 比如说我再重新打开一个终端 打这个加号 就可以重新打开一个终端 click 清下屏了 当我打包上线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输入npm run build 这样一个命令 就能够把我们的项目进行打包 打包编写完成以后 在我的项目的文件夹里面 就会多出一个DIST文件夹 这个DIST文件夹呢 就是我们打包上线的这样的文件夹 我们只需要上线的时候呢 把这个文件夹 拷贝到服务器上面 就可以啊 然后大家看 在演讲材质填堡里面 是不是也引入了我这个2-1的文件 另外 这边会多一个叫做static文件夹 点开以后呢 有一个叫做2-1.gs 再点开 你能够发现 这里面的代码 是不是并没有被转化成ES5的语法 因为如果转化的话 Message这个关键字会被转化成ward的啊 而static呢 是被语言封不动的复制过去 假设 大家仔细看 比如说 我在INDSGS里面 也就是我们S2C的文件夹下面 写的代码 我定义一个A等于5 我呢 输出A 并且输出window.a 刚才我们在static下面 写的这个A等于5 A是不是输出5 window.a是不是也是输出5 但是大家现在再看 我保存 大家看我INDS代码的第5行第6行输出 第5行输出5 但是第6行呢 却输出一个anifind的 大家没有发现 这个输出的结果 和我们在static写的代码输出结果 并不一样 这边是不是也能够取到5 但是呢 我在这边却取不到5 为什么会这样啊 我再强调一遍 因为S2C下面的文件 会被打包编译 大家看 我这时候再背读一下 可以看哦 点开index.js 大家看这段代码 你有没有发现 这些代码肯定不是我们自己写的 这个呢 都是由wipack打包编译 自动生成的这些代码 而我们的static的文件 是不是直接会从这边 原封不动的复制过去 那为什么说 经过打包编译的这个文件 这个结果 跟之前不一样呢 因为wipack是具有这种模块机制 并且呢wipack其实啊 它会屏蔽一些问题 所以说我们这个 act的代码呢 我们写esthetic 目的就是为了大家能看到 原汁原味的这样的ES代码 在647里面 到底是怎样执行的 而不是说 我把它编译打包完成以后的wipack 这样代码是怎么执行的 因为wipack呢 会规避掉很多的问题 这个呢 我们需要理解 所以说 如果你代码需要被打包编译 那么呢 你就应该创建在src下面 否则 如果当前你这些文件呢 比如说 我不想打包编译 我只想直接复制过去 那么 你就直接在static下面写 就好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明白我的意思 我的初衷 就是为了大家看到 原汁原味的 我们这样的ES代码 在647里面 到底是如何运行的 所以说 大家一定要使用 我们的Chrome软件 并且呢 把它升级到最新的版本 否则的话 如果流行器版本不太旧 那像at这样的关键字 有可能啊 还不支持 那你就看不到结果了 对不对 OK 这个呢 就是我们讲的at 跟var的第一个区别 at定义的变量呢 它并不属于顶层对象window 这样的话呢 也不会引起污染 全局变量 这样的问题 下面呢 我们看下一个区别 不允许重复声明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直接上代码吧 我把这些文印代码 我先把它关掉 这个第四文件夹 其实只有上线的时候 才会用到 如果你不上线的 其实是用不上的 大家看 什么叫不允许重复声明 比如说之前啊 我们用var定义变量 a等于5 然后呢 我用vara等于6 我们大家现在汇报错吗 a的值是几 很显然 a的值应该是6 因为var关键字 是允许变量的名称是相同的 而且后定义的 会把先定义的覆盖掉 但是呢 大家看 如果呀 我把它改成s 这边呢 也改成s 我再保存 有没有发现这边会报错 报什么错 a这样一个修设符 已经被定义过 所以说 s关键字 不允许重复声明变量 这种其实是非常好的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大家想一想 在公司里面的一个项目 一定不是一个人开发 会有很多人做 假设其中某一个程序员 已经定义的变量a 然后呢 你在他代码的下面接着写 你又不知道他也定义一个a 然后呢 你也定义一个同名的变量 这时候 当你定义完成以后 你发现 没关系你没报错了 你就能够知道 应该是有其他的人 已经请了相同的名字 你只需要改个名字 就可以了 对吧 这样呢 其实会使我们代码更加的安全 所以呢 这个很好理解 it呢 不允许重复声明 第三个 不存在变量提升 什么变量提升呢 再取例子 比如说 我这样 var a等于5 但大家注意啊 我在定义的上面 去调用这个a 我要问大家 这时候代码叠21行 会输出的结果是什么 大家自己想 我保存 大家看自己答 输出一个anifind 大家注意 undefind不是错误 只有那种红叉 arrow才是错误 对吧 那比如说 我再换一下 我没有22行 只有21行 这时候是unefind的吗 还是红叉 大家想一想 不保存 你们发现 这边是个红色的叉子 说a is not defended 那为什么我在下面定义的a 会影响上面输出的结果呢 那就是因为 var关键字定义的变量 具有变量提升 什么变量提升 其实这两句话 相当于是这样的 当它执行a的时候 它发现 a在上面没有定义 对不对 但是下面定义 然后呢 它会把这个定义 提到上面去声明 所以说 这两行代码相当于是 我先声明一个a 但是没有给a去负值 在这边呢 我去输出这个a 在下面又给a负值 负成5 所以说 这两句代码 相当于这三句代码 这时候是不是应该能理解 a为什么是unefind的吗 因为我在这边 定义一个变成a 但是呢 没有给它负初始值 所以说 它的值是unefind的 这也是var的问题 这种变量提升呢 也使我们的代码并不安全 反过来 大家看 比如说 我用white定义一个a等5 然后呢 我在上面 我输出这样一个a 大家看这个结果是什么 是不是又报错啊 说什么 我在定义之前 不能够使用它 对吧 这样的话 代码还是更加安全啊 所以说呢 white格尼字定义的变量 不存在变量提升 这里面有一条细节要注意啊 就是一行语句的结束完成以后 我们需不需要写这个分号 有同学呢 肯定之前听过这样的说法啊 就是说分号一定要写的 为什么一定要写 如果你没有分号的时候 那么如果我们代码进行打包 合并压缩上线的时候 那么 为了减小体积 传输的速度更快 那个代码是不会合并到一行啊 这样的话 下面代码就会上去 如果这样的话 你没有分号 它们两个连接在一起 那代码是不是有问题啊 很多同学 一定听过这样的说法 早期的代码啊 可能会这样 但是呢 现在我们的代码 是不是都是通过 wellpack 这样的构建工具 去管理的 所以说 其实这个分号是可写可不写的 我们看一下 比如说 我们打开我们的sauce 还是看它编写完成以后的文件啊 看一下sauce 然后大家看这 那它一个sum 然后这个函数 是不是我们自己定义的 对吧 大家有没有发现 在这个代码 每一行结束的时候 它会自动的加一个-n -n其实就是表示换行的意思 所以大家看 每一个语句后面 都会自动加一个-n 所以说 它并不会把这个代码 直接追加到它的后面 所以呢 在代码里面 这个分号是可写可不写的 其实我现在看到 大多数的公司里面也好 或者一些规范也好 很多都要求 这个分号是不写的啊 然后呢 在我们的课程当中 我这个分号也是不写的 但是大家进公司以后 一定要遵循公司的要求啊 看公司是怎么要求的 你就怎么写 这样才不会被扣工资 是不是 然后呢 继续讲我们 at关键字用法 下一个 暂时性死区 什么叫暂时性死区呢 我们上代码 大家看一个这样的例子 比如说 5A 假设呢 它还是5吧 然后呢 F A不是什么 我希望A复能够执行了 所以说我就写一个处 这是真嘛 所以说A复里面就能够执行 我在这里面呢 比如说A等于6 这个时候呢 我在这个下面啊 我又定义了一个A 但是这时候呢 我没有给它复值 大家看 其实这边没有报任何的错误 对吧 但是大家看 比方说我把这个挖过年字啊 我变成let 报错 大家没发现就报错了 报什么错 说 你不能够去使用这个A 在它数据化之前 这个呢 就相当于形成一个叫做暂时性死区 什么暂时死区 我解释一下 它呢 相当于是一个封闭的纵域 因为其实当前这个大括号 是不是就相当于形成了一个纵域 然后呢 在这个封闭的纵域内 凡是在声明之前 我们去使用这些变量 那么就会报错 这个其实就是 at的另外一个特点 就是会形成一个暂时死区 你就列成 我所有的这个变量 一定要是在先定义 定义完呢 在它下面再去使用 而不能呢 在它上面去进行使用 这个呢 我们一定要清楚 因为它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纵域 只要你在声明之前使用 它就会报错 但其实有些这个暂时死区啊 它其实还是比较隐蔽的 我再打几个例子 大家看 我这边定义一个方法 比如说叫做FO 然后呢 它有两个参数 比如说一个A 一个B 注意 我现在给它参数呢 负一个处始值 大家可以看 比如说B等于2 A呢 等于B 这个其实 给函数的参数 负处始值 也是ES路的语法 我们应该能看懂 对吧 参数的名称叫做A和B 但是呢 我可以分别在这边呢 给它复值 像是一个初始的值 我在这个里面呢 输出A和B 当然 函数的话 我是不是得先调用一下 大家想一想 这个结果应该是什么 仔细看啊 我剥处 有没有发现 错误跟刚才一样的 说B在声明之前啊 你不能使用它 为什么这样 大家仔细看啊 A等于B 等号是不相当于 复值语句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复值语句 是把等号右边的值 复给左边去 这个时候复值的时候 B有值吗 没有值 B在什么时候有值 是不是在这边才有值 代码一定是从头往右执行的 对吧 所以说 在这个边的复值的时候 B还没有值 就会爆出一个降错误 反过来 大家看 比如说 我A等于2 然后呢 B等于A 你说这个时候会不会报错 保存 大家看 这个时候呢 就不会报错 因为A先有值 这时候呢 再把A有的这个值 复给B 当然就不会报错 其实这个 也相当于是一个 比较隐蔽的 这样一个暂时性速区 所以呢 暂时性速区的本质 就是防止变量 在生命之前 去使用这个变量 它呢 能够使我们的代码 更加的安全 感谢